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近美國和中學關係出現了一個非常大的矛盾 矛盾似乎是否波及到科研的合作方面呢? 那絕對有影響的 因為都越來越多看到一些關於學術交流受阻的一些情況 如果說最近這個星期 看香港的新聞你都看到的 大陸一些的專上院校開始去限制一些大陸本土的學生 在暑期去其他歐美的大學交流 當然你看到的規模不大 但是你發覺零零星星就越來越多這種情況了 另外科研上面 美國也有定一些限制在那裏 以及有沒有潛在的利益衝突 其實你說過去兩三年都聽到非常之多的一些大消息 就是牽涉到美國那些最一流頂級的大學 一些已經盡佔很高位的教授 竟然都涉及一些把一些研究資料 或者涉及利益衝突 沒有新報導 很多時候就涉及到他去大陸做交流的這樣的情況 所以既有美國那邊的山門 也都有大陸自己那邊的山門 這裏就是我們自己在新聞上的觀察了 但是實際的統計數字也真的在反映這個事實 所以剛剛這個星期在《自然期刊》 他除了討論一些嚴謹的科學之外 也都有報導一些現今科學發展的概況 他都有將這個中美的合作研究 那個慢慢的萎縮 就放在一個專題那裡做報導 我們看這個問題 就可以有一個歷史的觀點的 就先進的西方國家和這個中國 我們分開幾個不同的時代 滿清時代、中華民國時代、中華民國國時代 就其實是每個時代都有分別的 是不是? 是的 是的 當然你說清朝 這個就三兩下講完 開頭由山門變開門 迫著開門都到後來 就是你將整個中國大學的教育 都完全是要向新學發展 就是從以前那些讀四書五經 變成為經思大學堂 是不是? 裡面甚至乎那些學問 主要是學新式的西洋機器和科學 那就是由山門變開門 到了中華民國時代 基本上就是你真的打開了道門 甚至乎是將留學生送出去 有國家的獎學金送出去 然後以中華民國的話 它也都會將這些浸過在外面回來的人才 就是將它一進佔在一些很重要的位置那裡 但是如果大家記得我們以前《科學回憶錄》都講過 自從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見證之後 也都出現過很多的變化在那裡 就是我又記得回顧在這個文革時代 我們提到一個叫做中國的粒子模型 叫做層子模型的這個故事的時候 講回當時北京大學那個叫做理論粒子物理的研究團隊 他們那個顛簸和跌檔的故事 就是曾經他們都還有能力 是可以去參與國際研究 和將他們的論文發表在國際的期刊 和在國內訂閱到海外的期刊回到來 到後來就是他們自己關了門 整個那個和西方交流的學術 就是直接停滯了 到了重新再改革開放的時候 就已經發覺遠遠落後了 到了今時今日又很有趣 為什麼這個星期又要拿出來講 一來就是自然期刊也都公佈這一種 就是中外合作的那個頻繁程度 有一種退減的跡象 我們是不是就是說要重複過往的歷史呢? 我覺得很值得在這一節講一下這個情況 但是剛才你說的那裡會不會有些觀眾覺得不太公平呢? 韓戰的時期 冷戰的時期 究竟是中國被拒絕呢? 還是美國拒絕它給這個科研的最新成果給中國呢? 是的 這裡都順帶一提啦 既是韓戰繼而冷戰那裡你就會看到 美國宣布的政策就是說 所有華裔留在美國的那些留學生 會是限制出國的 不給中國 他可能給你回台灣 但是回大陸就受了很多阻滯 所以我們講到 為什麼鄧家仙這些人一畢業就已經馬上離開 就是不要夜長夢多 到了遲了幾年了 不是1950了 到了1955年前學生離開 就出現了很大的問題了 就有很多阻滯了 是不是? 這裡就既有 如果說在這個從1949到1966那個中間的時代 你見到更多的斷絕交流是來自那個冷戰的結果 但是呢 在那段的時期其實呢 中國都還有在不同的途徑裡引入外國的論文 那其中呢 其實你都不難想到 就是起碼去那個郵遞的通訊那裡 還沒有完全斷絕 還有甚至乎有一些的通訊分享中 還會經香港來轉進去的 但是真的到了1966、1967的時候呢 是連在大陸自己本身的學術會議那裡 都是停滯了 甚至乎你是再想投稿去外國 說你是去勾結外國的這樣的情況 更加不要說引入了一些外國的這樣的期刊在那裡 那所以你說 如果今時今日來講 雖然你會看到那個交流是減少的 但是你說是不是完全重複文革的情況 那是有個分別在那裡的 好了 那我們如果看到這個情況 我們要問 現在誰不著數 誰著數呢? 那這裡就 你問我說呢 我就覺得要很分你是哪一方面的研究的 如果你說自然其刊很多時候 涉及到一些理工科的這樣的研究呢? 你問我 現在畫面上你看到一個圖 你看到有一塊晶片在那裡 那你就一定要問 晶片最精進的技術在那裡呢? 那我一定說就不是在中國那裡的 是國安的 這個無論是研究開發還是量產 都不是在中國那裡 那中國你充其量就有一些比較粗疏的晶片的 就是平價生產線在那裡 那它一樣有這些東西 是不是? 那它也有它自己的研究人員有能力 就盡他們的能力將它現在現有的器材去做提升 那也有在那裡 那所以你說在一些尖端的晶片科技 還有在那些人工智能那個硬件的運算那裡 似乎就是你會看到就是可能 就算西方也看到就是希望去限制中國的發展 是不是? 但是你說有沒有一些東西 我會覺得是比較雙書一些呢? 就很多時候涉及到一些比較基礎的那些科學 就那個情況會比較嚴重的 我們一直都講幾多那些天文研究那些什麼的 你比如說在貴大那個天文望遠鏡 就是那個級數是比波多黎國的阿里斯布還要大那個 那去到今時今日就是 那個合作、中外合作的規模都不是很大的 如果你還要是大家那個交流再減少的時候呢 就令到你變成了外國有研究人員有些很好的計劃 想借中國這個暫時最領先的儀器 來去做一個更好的研究呢 就停滯了 另外台長不知道你記不記得呢? 早前我們提過有個研究就是 中國自己獨立公佈一些的類似是天文學上面的發現 就是西方就同一時間就是他們自己公佈了 但是中國自己就是cut了 明明它有份參與 但是它自己選擇自己獨立公佈的嘛 就是詳細的那個 以後我們再找回這件事 我們是有特意提這個東西 甚至評論過就是說 就是中國突然之間在一個國際合作項目上面 脫離了自己去獨立地發表 是一件很古怪的事 當時連《自然其刊》都有文章去講這件事的 這裡看到就是那種中外交流要慢慢脫折 脫勾的一個現象在這裡 以前流下來合作的項目似乎就是現在呢 就算有了成果公佈 慢慢就要撇清那個關係 將來合作要新的項目就能夠立行的東西 就似乎越來越少 似乎就是呢 現在就有一個雙向的情況就是 雙方兩邊都不再積極的鼓勵去好像有以前那種 這麼深入的合作交流在這裡 那麗芷芳我還可以舉到一個 月球背面那塊石 是啊 是啊 我們有 給你美國去研究嘛 但是我又從另一個角度去看就是 一個國家如果在意識形態上大家對立的話 等於回到冷靜時代而已 蘇聯那時候都有自己獨立一套研究科學系統的 它都沒有什麽 即是某一些很個別的例子有合作的 有的 這個肯定有的 但是整體上沒有的 那麼蘇聯那個科學的基礎 還有它的發展 還有它的發展的嘛 它到現在都還是很厲害的 那我覺得現在中國人 就是中國的領導層的角度來講 這一步一定會走的 遲了一定會走的啦 遲了一定是獨立的 你看到它絕對是參考蘇聯的那種經驗的嘛 蘇聯式自信的那種經驗 我自己都有能力去將這些做很多領先的研究出來 就算我們看了科學新資那麽久 我們都能夠講得出 其實的確有中國現在暫時現存 不是講生產 是真的在有一些的科研的技術 還有一些領域那裡 它不只是逼近世界的戰端 甚至乎是有局部的領先的情況 是有在那裡的 那譬如我們講到一些基礎的 關於量子糾纏現象那些這樣的研究 那是有它領先的地位在那裡 一些很局部的一些天體的觀測 它憑著它有最好的儀器 它有能力做一些獨立的發現 甚至乎你說上俄背脊那些土壤 是不是去一個領先的表現呢? 那我都可以算是 你不可以說很整體 但是局部上是有一些去獨立的地方 不要說你不領先 有一些獨立的地方 一樣有 但是我這裏就再看得闊一點 記不記得我們去回顧這個美蘇冷戰的時候 那種這樣的科學競賽呢? 在太空競賽 大家好像表面上不相伯仲 但是一去到有些 譬如說 你要去到很精細 精確 和精巧的位置的時候 你會發覺這些獨裁政權 共產政權這些都是輸了的 你會發覺蘇聯那個人輸了在哪裡呢? 就是在那個電子學的研究 電子零件半導體研究呢? 是在中間整個冷戰時期 完全被忽略 完全是落後了給西方 而當時的中國 也都是有沾染到這件事 所以你80年代改革開放 不單止是基礎科學落後 是在那些半導體工業那裡是遠遠落後西方的 同一時間你見台灣 七八十年代做半導體 一樣是現在 勁到現在 今時今日的 當然中國看到這個故事 他就很重視半導體發展 所以另外一個就是 中國其中在國際期刊上面 也是在數字上指標很嚇人的一個領域 就是在那些凝聚體半導體基礎物理研究那裡 其中你說到清華那幫人 就是很多很厲害的這些東西 這個就是你可以說他吸收了蘇聯的教訓 但是好了 當你現在慢慢又要走回去倒退不合作的時候 你能不能夠繼續保證你是可以有這麼好的眼光 去在下一個競賽之中 能夠選對待為止呢? 就是你會發覺就是 你看到就好像西方自己孤立自己 但是其實你知道整個西方是很複雜的 一個互相交流的世界來的 不是一個國家來的 但是反過來就是 現在在你外面看回中國 你中國自己內部自己搞的什麼東西呢? 它能夠吸納到和什麼人合作 去能夠產生一些新的概念 新的意念呢? 你會發覺都還是在一個 就是我們剛剛看回這幾十年的世界 很多的一些新的生產資料 最新的技術 最後能夠最賺錢的那些 都還是在這個西方社會那裡出現 你就算最近講這些人工智能的東西都是 其實都是 但是有一個... 所以你說現在那種... 但是你要留這個東西 即使在西方的旗刊呢 你看看那些人名呢 百分之現在去到百分之五十以上是有拼音的 有 有 有 是不是? 現在就很面對 就是你說如果看回過往的歷史 有一些這樣的人 會是怎麼樣呢? 那你說要我猜 他們遲早要面對抉擇的了 他們什麼時候學有所成 把西方最先進的東西帶回去呢? 那你這個走勢就是說 會不會是... 最後一樣的了 有一批人不走 帶了家人走 然後如果你想中間繼續好像以前那樣出出入入呢? 會面對的麻煩越來越大 然後也有一批人呢 就會是索性 覺得自己學滿師就回去了 那樣的 那其實就是會不會又重複回歷史上 在1950年代那種抉擇的場面呢? 就是你那時候就冷戰了 現在有一個新冷戰的趨勢的時候 那有一些 不是全部東西會100%去重複回歷史出現的 但是那種 你要選中還是選西這件事 那樣就會出現的了 我這個對科研人員來說很不幸的 那在科研人員裡面做出選擇已經是很困難了 但是你還要加到一個政治上或者這個個人前度的選擇 這個對很多人來說都是一個悲劇來的 那我們回顧一下就是錢樂森、楊振寧、李政道、吳建雄 還有很多很多其他華語科學家 在他們那個年代都做出同樣的抉擇 那大家看到有悲有氣 Anyway 我們今天到這裏就結束了 那我們下星期再見 拜拜 好 拜拜 神秘的夜 第一節 2022 神秘的夜 跟大家見面了 今天會跟大家說些什麼呢 就是那一宗在飛機上發生的古怪事件 嗯? 話說在幾個月之前 就是一架美國的內陸機 突然間有個女人 站起來出來大炒大賴說要下機 到底是發生什麼事呢 這個女人就說坐在他旁邊的那個 就不是人類來的 大家不下機 就乘機人都會死的了 有很多網民在這裏說 其實這個女人可能是沒有說謊的 就說坐在他旁邊的一個 是一個叫Shakeshifter的東西 那幾圖 你怎麼看呢? 這東西其實都不算是新的了 以前我們向神秘的夜都有提過的鵝獸 什麼是鵝獸呢? 我修就是可以變成人形的神獸之一 那為什麼今天神秘的夜會說這個題材呢? 其實你想想 如果Shakeshifter是真的話 會不會我們身邊的人 其實未必是那個人來的呢? 其實是Shakeshifter 去模擬那個樣子的那個人呢? 換句話來說 可能有一天觀眾在看的 並不是我和幾圖在做節目 而有兩個人在假裝我們在做節目的 但是如果是這樣就很糟糕了 那有機會就去追假的節目 就忘記追我們的節目 關鍵是 如果觀眾看完之後在YouTube上面 他們訂一個訂閱鍵 那問題就解決了呢? 沒有錯了 其實我和幾圖就真的沒有配合過 但是正正就是我想說的東西 其實就有人假裝我們兩個 是不重要的 最重要是用YouTube平台看我們節目的觀眾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按鈴鐺按一下 我們有新的節目就會有通知 好了 今天的神秘的東西就是這樣 之後就有神秘之夜了 並不是真的我和台長 不是 我和台長 對不起 我和阿企圖